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做displacement current 位移电流 位移电流 这个是当初我们用普通物理的观点来讲 当初我们在看maxwell equation的时候 就是磁场 我们当初有安培定律 我们看当初有一个叫做安培定律 安培定律是什么样子的呢 它是b场.ds跟dl都可以 书上面都有在用 等于I am closed 磁场完全由电流产生 那么但是我们看到 还有一个定律叫法拉第定律 法拉第定律 它的积分式是这样子的 它是电场的封闭路径积分 要等于负的 parsure b over partial t dot d a 那么这两个 怎么分别呢 就是说电场跟磁场有关系 就是说磁场随时间改变 会产生电场 那就是磁跟电很有关系 对不对 但是这个式子呢 那为什么它现在只跟电流有关系 跟电场没有关系呢 那么就说它不对称 不对称 于是法拉第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他思考的时候 他就看这样的一个电路 看一个串联的RLC直流电路 我去画平行线好了 这是RLC 这个是V 这是一个switch 我们把这switch扣下来的时候 那么这个电路上面呢 就开始有电流 这个电流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它跟时间有关系 跟时间有关系 但是到后来啊 它会去一个稳定值 一个平衡值 那么我们就看任何时刻 虽然它会变 它是随时间在变 任何同一个时刻 这个上面的电流啊 要一样大 同一个时刻要一样大 同一个时刻都一样大 但是也许我这一秒 跟下一秒 电流不一样 但是在同一个时刻里头呢 这些电流都要一样 好 那么根据克西和夫电流定律 克西和夫电流定律怎么说啊 他说你随便取一个节点 进这个节点的电流 要等于出这个节点的电流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随便取一点呢 比如说这个点 这一点好了 那进来的电流 要等于出来的 这个没有错啊 这里也是啊 流过去的 要等于流进来的 唯独唯独在这里跟这里 很奇怪啊 你看 在这里呢 只有流进去的 没有电流流出来 这个地方呢 只有流出来的 而没有流进去的 那 我们也许会说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会说 这里有电容器嘛 电容器就好像一个壶 一个壶一样 它可以除去水 你水可以不断地流进去 然后除藏起来 对不对 但是法拉第啊 不是这个 不是法拉第 Maxwell 他就想 他一定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说 你电流从这里 从这里进去 有电流从这里出来 这里都没有看到有电流 对不对 他说这里应该有 只是你看不见 这个电流可能啊 另外一种形态的 他就开始思考 这个电流可能会是 什么样的一种形态呢 他就把这个电容器的 挤板 把它 变大一点 我们把它放大 放大 放大 这是电线 这边我们也把 极板 放大 这也是电线 接出来 好 这个地方啊 有 IF 流进去 IF 就是 free current 就是我们以前讲的这个 由电荷 在里头流动 所产生的这个 电流 电荷 在导体里面移动 产生的电流 好 那么这里有电流进去啊 那么这个 极板呢 就开始堆积电荷 对不对 它就开始堆积电荷 比如说 这边是positive Q 这个地方是negative Q 因为电流出来了 正电荷跑出来了 负电荷还留在里面 Q 好 那么 你这个 电流不断的进去 这个Q会变的 Q的值啊 会变哦 它不是一个定值 所以时间在增加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 这里如果有Q 这里有负Q的话 那么这个 极板的当中 就会有什么东西呢 会有电厂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电荷啊 画在这里 这是positive Q 任何一瞬间啊 某一瞬间是这个样子的啊 Q 好 那么这个当中就开始啊 有电厂 我们把这个电厂当做是均匀的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 极板好像无限大一样 把这个当中的电厂啊 当做是均匀的 好像是这个样子的 OK 它其实在边边会有一些变化了 但是边边的变化 我们可以忽略不计 忽略不计 这样子 那么这个地方的电厂等于什么呢 电厂我们以前算过啊 就等于平行板电容器当中的电厂啊 它是等于 它是等于sigma over epsilon zero 我们现在 妈妈糊糊把这个电荷 当做是 均匀的 分布在这个 平面上面 好 那它就可以等于 q over a a 就是这个 极板的面积啊 分母再乘一个 epsilon zero 好 现在要记得 epsilon zero跟a都是常数 q 我们刚刚说 不断的在增加 那么 e呢 就不断的在 变化 就变大 好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啊 把它 写成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写成 q 等于 epsilon zero a 乘上 e 好 好 q跟e都随时间改变 我们就把这个 对时间来 做维分 就等于它的变化率 那就是 q dq over dt 要等于 要等于 epsilon zero a d e over dt 那这个 那这个是 基本上 电荷的增加率 但是这个 电荷的增加 完全由这个地方进来啊 所以你 dt秒 由dq增加 那么也就是说 dt秒 从这里进来的电荷 量就是dq啊 因此呢 这个就等于什么 这个 就是我们 这里说的 if free current 就是free current 自由电荷 好 从这边出来的是自由电荷 但是这个地方的电荷呢 我们说 这个 应该 跟电流的单位是一样啊 应该跟电流的单位是一样啊 对不对 好 那么 max就是说 这个也是一种电流 因为它不是由电荷流动所产生 它是因为电荷 随时间改变而产生的 所以 跟这个 一般的 这个电流不一样 一般的电流啊 你可以用安培剂 或者是 电压剂也可以 可以算它的电压 就是有电流通过啊 电流剂 可以 可以测出来 这个没办法测 它就把这一项当作是 displacement current 我们写大写的好了 displacement current D就是 displacement current 那么 ID 就等于 Y0 A 乘上 D1 OverDT 那么 它就称这个叫做 位移电流 位移电流 OK 我们把这个A除过来 它就变成什么 JD JD J就是current density 不是D 这是F 这是D 对对对对 我们看这一边 这一边 好 这两边 我这先除过来好了 叫JD好了 JD 它就等于 Y0 D D E OverDT 这个叫做 位移的电流密度 位移电流密度 位移的电流密度 那么电流密度 是一个向量 对不对 那我们就这里 加一个箭头 表示它向量 这里就是一个箭头 那么这个 就是位移电流 那可见的就是说 电 它是认为 电场随时间改变 会产生电流 会产生电流密度 这是 Maxer说的 那听他讲的人 相不相信呢 你总要拿一个证据出来 对不对 就说 我可以 认为这个是电流密度 但是它是不是 我要求证呢 你不能光靠吹牛 对不对 你一定要 要拿出证明来 那你怎么证明 我们 什么电流器 什么都没有办法 来 测出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是电流呢 我们就想 电流 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电流 有什么特点呢 电流 有一个特性 就是 它会产生磁场 对不对 有电流的地方 就会有磁场 于是他就说 我测一测看看 这个地方 就好像有 均匀的电 位移电流 从这里流过去 那么这个地方 应该会产生磁场 他就在这个地方 测它的磁场 就测出来 这个磁场就应该 好像什么 如果你这个 脊板像一个 是一个圆的话 那么整个这个 就好像一个圆柱体 圆柱体里面 有均匀的电荷流动 我们不是求过 圆柱体外面的磁场 跟圆柱体内部的磁场吗 对不对 我们有安培定律求过 这个地方磁场 跟这里大小不一样 不一样 那么还有这个地方 跟里头又不一样 那于是 我们就来看一看 看一看 这个地方产生的磁场 是有多大 里头跟外头 有什么样差别 那么然后呢 看看这个跟均匀的电流 在这里流动的时候 它所产生的磁场 是不是吻合 如果吻合的话 那就表示 没错 它会产生磁场 那就表示这个地方 有电流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个当中的磁场是什么 我们看这个当中的磁场 我们就用这个好了 我们假定这是一个圆的 是一个圆的 脊板是一个圆的 这个是它的半径 脊板的半径 就等于说 我们有个圆柱体 它有电流通过 圆柱体 它的半径是R 那现在我们要求 这个外面一点的磁场 是等于什么 就跟以前我们算这个 有没有 算这个圆柱 导体的时候啊 我们算这一点的磁场 这个R 这个是R 这个大R 那当初我们是怎么算的 我们用安培定律啊 用安培定律啊 我们说这个地方呢 是R 那就做一个圆形的路径 做一个圆形的路径 半径是R 那就看这个路径上的磁场 好 现在我们就说 假定 这个地方有磁场 好 那我们就做一个圆形的路径 这个路径不好画出来 是这样子的 半径是R 我们取一个半径为R的一个路径 我们有安培定律 有安培定律 好 ID enclosed 现在变成 因为里头没有free current 只有displacement current 好 那就变成这样子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判断了 我们判断了 因为这是一个圆形的路径 它上面的磁场都一样大 然后有安培右手定律 我们知道这个磁场呢 是在切线的方向 符合右手定则 那我们就赶快写了 不再去做了 等于2πR 好 要等于 μ0 全部的i-displacement 全部在这个里头 因为它超过这个范围 全部的是多少呢 是这个 是这个 我们就写 这就等于 全部的id 那它就是μ0 ε0 a d1 over dt d1over dt 好 那么我们就把b场 跟这个地方 跟这个 这个 这个a啊 a我们就写成2πR 这a我们就写成 2π大R 不是πR平方 写错了 写πR平方 好 那么 我们把这两边 整理一下 它就变成 这样子 于是 b场 它就等于 π跟π约掉了 它是2R 这里有个μ0 2R平方 好 我们把这个 ε0 跟1写在一起 好了 第一 不是第一 应该是1 over dt over dt 这个是什么 这是R 大于等于 大R 的时候 如果R 小于 大R呢 那么R 小于 大R 的区域呢 就是你这个点 不在这里 在这里 比如说 在这里 在这里 左边还是这个样子 左边还是这样子 那么 也就是说 b 乘上 2πR 要等于 μ0 现在的 ID就没有这么大了 它就是什么呢 它就等于 π 小R的平方 乘上 它要 它要变成这个 它这个范围 它这个 是ID ID 它要被π 大R的平方 来除 就是 就是变成 current density current density 乘上πR平方 current density 是这个 current density 那就是这个 current density 我们把它写在这里 DT 这也就是current current density current density 乘上πR平方 这里 current density 这个乘在current density 乘πR平方 现在是current density 乘上π 小R的平方 于是呢 这个 它就等于 二 二 还在 二分之 μ0 二 μ0 二 然后呢 这个 这个还是一样 好 这个是 R 小于大R 的时候 你看 当小R 等于大R 的时候 当小R 正好 等于大R 的时候 那 大R 大R 等于 等等 这个是 大R 等等 我看看这个应该是 2πR平方 应该是 应该是大R 这个写错了 这个应该是 这个R大于大R R等于R 不 R等于大R R等于大R 都是在这个边缘的时候 那这个是 这个大R 对 那就没错 二分之 μ0 μ0 大R OK 当小R等于大R 的时候 这两个是 相等 那么 也就是说 磁场啊 跟这个 这个形态啊 就跟当初 我们用 用这个 frequering 算出来的 是一样的 一样的 OK 那你如果 你可以用磁 可以用量磁场的仪器 去量它 量磁场的仪器 去量 这个 这个位置去量 这个位置去量 结果呢 就是 这样的关系 因此呢 就 这个就证明了 证明了 它当初的 这个假设 是对的 那就是说 这一项呢 是 displacement current 在这个里头流动的 就是 由电场 随时间改变 它会变成磁场 它的电场 随时间改变 它会 这就是一个 displacement current 那么它会产生磁场 会产生磁场 于是 Maxwell呢 他就把 安培定律 修改一下 安培定律 修改一下 所以呢 安培定律 只修正 好 那么我们把 安培定律 这样子写 B长 DOT DS 要等于 μ零 I Anchors 这是最原始的 当初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呢 只有free current 没有displacement current 那我们现在知道 那我们现在知道 就说凡是有电流 就会产生磁场 那么free current 会产生 displacement current 也会产生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推广称为 称为 I free current 再加上 I displaced enclosed enclosed OK 好 那这个就是 μ零 I F free current 如果这个 同一个区域 有free current的话 就有这一项 然后是 这一项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写成 I displacement current 这都是enclosed enclosed 那么我们就把它写成这样子了 if 加上 μ零 id是什么东西啊 它是等于 epsilon zero de over dt 所以安培定律 要修改成为 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OK 要修改成这个样子 好 那现在 我们就把 我们讲过的四个定律 高师定律 电厂的高师定律 磁场的高师定律 安培定律 跟法拉第定律 我们把它写出来 这一组 这一组方程式啊 我们称它叫做 Maxwell's equation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